不装了,先自报家们,我是蝎吹 这期视频,我打算将蝎包装成动画受害者 以帮蝎卖散的方式来博取大家对蝎的怜惜 引导大家来为蝎打抱不平 进而达到吹捧蝎的目的 还仅看在我这么诚实的份上,给视频点个赞吧 之前做了一期经常被官方打压的人者盘点视频 他们大多因为动画原创,莫名其妙背上了一大堆黑料 给他们的形象和实力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蝎也是神兽其海的一员 我猜测,可能是因为动画编剧嫉妒蝎的美貌 才会一而再再而三地迫害我家蝎宝吧 他们利用植物之变,夹带私货 编写出各种侮辱蝎人格,拉低蝎皮革的剧情 来操纵舆论,造谣抹黑 让本就早早退场,远离纷争的蝎,晚节不报 我们先来看看原著漫画里,案本是怎么来吹蝎的吧 最先是摸射看脚狼的傀儡版权 点点蝎天才傀儡造型师的身份 然后再拉上三代风影垫背 高制读者,蝎在15岁左右就有干掉最强风影的实力 接着让傲娇的迪达拉自叹实力不无蝎 称蝎是他所尊情的大哥 就算对上女主小鹰这种注定会输的战斗 都要制造情报千代,解读小鹰,自打斤敌 迟疑不倒等各种不对等状况 来给蝎晚尊 最后再借千代之口实锤,蝎才是胜者 公式书上更是以69的超高数值来佐证蝎的实力 但是在离开亲爸爸案本的庇护后 漫画外的蝎究竟有多惨呢 请听我一一说来 蝎背后未使用的卷轴一直是他实力的保留项 但动画片尾的小剧场却将这点拿来恶高 称卷轴里装的只是蝎的傀儡保养手册而已 虽说小剧场都偏娱乐心智 比游戏小说还要不靠谱 不能当做设定来看 但往往就是这种用来搞笑的剧情 很容易在粉丝撕战利时被对价拿来大作文章解体发挥 理由就是在案本实锤里面装的是什么之前 那就先以小剧场为征啊 小剧场再不靠谱 那也总比粉丝挠不出来的东西靠谱吧 就这个理由 请问阁下该如何应对 在几乎不可能等到案本揭晓答案的那天到来前 你要如何去证明谣言是谣言呢 所谓造谣一张嘴 屁谣跑断腿 就是如此 在如今扣字眼笔战利的大环境里 哪怕是火影眼神作品中的一句玩笑话 对角色的打击那也是致命的 同样被动画被刺的还有百姬 百姬一开始被设定为拥有毁灭一个国家的实力 这个设定在当时听起来是非常震撼的 哪怕百姬在漫画里表现并不突出 那也只是因为数量太多了 且没法惊喜操控每巨人亏类而已 长门只操控六个配恩 都经常出现有的配恩会挂机的情况 那更别说百姬多达298句了 数量多的时候 鞋操控不精细 强度上不去那是很正常的 后面在数量减少后 百姬不就一下子就把千代的实际给干烂了吗 百姬真正强大之处 实在他非常适合来来打车轮转和消耗战 并且每个人亏类都能独立发动人数 能应对的战斗环境非常多 其实他曾用百姬毁灭了一个国家完全不夸张 但是呢 动画组在多年之后 竟然把这个国家给画出来了 但很搞笑的是 这个国家的军事实力和我们想象中的国家详查摄影员 仅有少量拿着冷兵器作战的武士而已 战斗力可能连下人都不如 这一下子就让百姬的逼格骤将 开始沦为粉丝间的笑柄 明明漫画和公式书对百姬都是几一惊赞美 和动画组为了达布丁搞出来的原创却起到了反效果 反倒让人觉得百姬都是些烂木头 这种感觉就好比我们观众没有见过 纸水本人使用别天神的效果是怎样的 就只能根据优惑团葬的使用情况去推测 别天神在纸水本人手上肯定会更强更扎裂 但突然有一天 动画把纸水使用别天神的剧情给原创了出来 这个强度并没有达到我们的预期 甚至还被旁边的一个日向族人给破解了 那作为纸水的粉丝 你会做何感想 那肯定是希望这集原创从一开始就不存在啊 这除了拉低角色的逼格外 还有其他作用吗 这还没完 没过多久 号称是有案本兼制的小创神动画在游戏中曝光 讲述了配恩招揽小成员的故事 当年负责拉歇入伙的人就是小兰 最后的结果是小兰不费吹灰之力 就干掉了三代风影傀儡 虽说小创神是为游戏创作的番外 故事本身也和漫画有多处矛盾的地方 案本所谓的监制也不知道是它编剧还是只是挂名 但不管怎样 小创神最后给观众留下的印象就是 蝎败给了小兰 明明在漫画里蝎还挺有排面的 怎么一出漫画就给蝎整出了这么多幺蛾子呢 这家戏加的是什么戏啊 这戏份给你 你要不要 这时肯定会有李仲克说了 这些都是动画原创不是案本的设定 没人会当真的 当个乐子看看就行了 你要是这样想那就打错特错了 你以为博人传黑土长石狼的口碑是怎么崩的呀 那还不是拜动画原创所赐 要是没有动画这些骚操作 现在谁敢说黑土长石狼连影集实力都没有呢 他俩在剧场版和漫画里的表现 可比大陆也好得多呢 光是打飞金士控制金士这个战绩 都完全可以往强硬级别上去吹了 但金动画这么一搞 谁还吹得出口呢 你竟不是清白的黄花闺女呢 虽然现在大家都有意识地将漫画和动画游戏小说画清界线 但架不住就是有人喜欢揣着明白装糊涂 天天在你耳边念叨这些凡外设定啊 在潜移默化中你会很容易就心以为真的 说火影卡卡西比神威卡卡西强的人 他们难道不知道这是小说设定吗 肯定知道的 但人家就是要到处去刷火影卡卡西更强啊 你能拿他怎么办 所谓三人称呼 一个凡外设定但凡被提及的次数多了 那他最后就有可能被当成真的来看待 就连飞剑的海盾阳盾这些同人设定 到现在都还有人心以为真 更别说实实在在发生在动画里的剧情了 我就问在黑蟹的时候谁不会提一嘴 蟹连小蓝都打不过 百机灭的国家都是些杂兵之类的话呢 所以千万别小看了这些凡外设定 它们一旦出现就势必会成为狗屁膏药 粘住你一辈子 蟹只是那个被贴狗屁膏药最多的人吧了 那大家还知道有哪些忍者 被动画原创剧情给坑害了呢 欢迎留言讨论 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点个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Hello大家好 我是知之居之居 提到火影动画原创剧情 那可谓几家欢喜几家愁啊 有被动画组心尽全力 美化细白的角色 也有被无形打压抹黑的角色 也正是因为原创片章 不用受限于案本的原著漫画 所以剧情或多或少 就会受到导演和编剧的 个人喜悟的影响 那本期视频就来盘点一下 那些被动画组 针对打压明显的角色吧 第一个就是我爱罗 吃了不是木叶忍者的亏 我爱罗分道的原创戏份 其实并没有了多少 可即便如此 动画组的魔爪 也没有放过我爱罗 最早就是第一部莫为的 《酱之国》片 动画组为了让木叶缓杀引人情 强行安排了我爱罗三姐弟 持别的剧情 好让木叶来援助他们 最坑的就是动画组 招办了隔壁海贼王里 沙子怕水的设定 强塞给了我爱罗 理由是沙子遇水变重 就不能控制了 我爱罗可以操控沙子 怎么就不能操控洗衣泥巴了呢 人家沙子里 参入了更重的沙巾 都找养用 这点水又算得了什么 TV402集 动画组估计重施 再次搬出沙子怕水的设定 来挖掘我爱罗的沙子铠架 看看这水量 还没有街上洒水车喷得多吧 真应动画组的误导 我爱罗怕水盾这个设定 也就三人成虎 被不少人当真了 好在博恩传里删除了这个设定 沙子在大瀑布之树里 也能随便使用了 这还不算什么 在七位片里 我爱罗被他们村的一个和尚 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这和尚还一穿二 把我爱罗和封 两个人助力 给收拾得服服帖帖的 最后还是靠你一次帮忙 才得以脱困 这剧情要释放博恩传里 怕是早就被带节奏 全往黑了吧 你说博恩传里 我爱罗被虐吧 对手好歹也是个大头目 打不过又不丢人 可你这个和尚又是个什么东西 念念经就轻轻松松 把我爱罗和封给干掉了 就很离谱啊 第二个就是小英 虽然小英在漫画里的表现 本就有不少争议 但动画组推博助兰 也不容忽视 他们给小英加的戏啊 基本都围绕拖后腿 撒破打人 上唇被丘三点展开 这在片尾小剧场里 有味明显 只要小英出场 那十有八九都在打人或砸东西 火头头一个不讲理的佛夫形象 我猜动画组 一定是觉得这样很搞笑 才如此乐此不疲吧 另外我也有理由相信 动画组里 混入了不少假带死祸的民营党 他们原创了大量民营 暧昧互动的剧情 甚至不惜删改漫画 比如在名人修行红的 螺旋手里剑期间 原本漫画里 是小英看着相片 撕裂佐助 从风景到意境都很美 可动画则将这段删除 改成了小英给名人送饭 这些虽算不上 是在黑小英 可无奈有些观众 总是爱把自己带入名人之中 然后剧情每每又是小英 在拒绝名人的嗜好 那自然会厌恶小英 其实我一直有个疑问 为什么他们总喜欢 把自己带入名人 而不是佐助呢 和小英同并相恋的 还有景叶 由于捆绑 猪鹿蝶和小英 景叶的原唱戏份也非常多 但和小英一样 基本也都是在拖后腿 犯华痴 撒破 比如在三尾片中 木叶需要去捕捉三尾 但是漫画里 已经确定的三尾是被迪达拉抓走的 所以这次任务注定是要失败的 那这锅到底谁来背呢 金英小英肯定不行 他俩是顶级医疗忍者 查克拉控制的太好了 初天是动画组的亲女儿 当然也不行 所以就只好甩锅给景叶咯 于是就有了后面 一系列景叶因控制查克拉不惊细 以及分析不专注的问题 这是封印失败的剧情 可是新转胜和医疗忍数 都是对查克拉控制要求很高的忍数 前有者之数 改章景叶的医疗忍数精准度之高 或有无线连接数万名联军 景叶的查克拉控制又怎会差呢 情势像这种单独的原创篇章 还比较容易分辨 醉雅小李这些角色 动画组虽然给他们加了不少戏份 但他们却并未因此收获多少人气 因为这些剧情对他们的实力和形象 并没有正向提升 真的不如不佳 第四个团葬 虽然案本在漫画后期就试图亡羊不老 甩了很多黑锅给团葬 但不少都是形势所迫 还在可接受范围内 大河刚舍他们对团葬的评价 整体都还是偏正面的 可是卡卡西安不骗 和又真传这两个高人气原创篇章 却丧心病狂的给团葬泼进了脏水 把一些风骂牛不相及的事 全安在了团葬头上 比如团葬派大河去追杀大手丸 暗杀卡卡西 抢夺卡卡西的邪灵眼 在又完成灭族任务后 派根去刺杀佑等等 这些逆天剧情全是动画组搞出来的 其中最让我不能接受的就是团葬为夺取火影之位 让大河去暗杀三代 两人虽正见相左 但毕竟是从小长大的勤奋 团葬不至于指三代于死地 再加上火影之位需要村里全体商人一致同意 就算杀了三代也于事无补 团葬本就从一开始就没有机会 动画组可能就是看团葬又老又宠又没有人气 就无脑针对他吧 最后一个就是代徒 虽然代徒在我这里永远喜不白的 但是有些不是他做的事 还是要拧出来还他清白的 在漫画里代徒提到过又曾杀死了他的恋人 于是在又真传小说中 作者施月龙就安排了与直播权这个角色死于又之手 虽说是小说原创 但也并未脱离漫画 可动画组怎能容忍他们的亲儿子又有这样一个污点呢 于是就干脆甩过给了代徒 把杀害权的罪名推到了代徒身上 其他剧情我也记不太清楚了 很多原创篇章我也都只看过一遍 如有遗乐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里留言补充 就将 下期见